Hello,大家好,我是And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么很多小伙伴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在某一天打开谷歌的时候 突然发现账号不能登陆了 登陆界面有一个提示 请验证您的身份 我们检测了您正在尝试登陆的账号中存在异常活动 要继续,请按一下操作说明 他这里说要你提供一个电话号码 然后他会给你发一个验证码 你用来登陆就可以了 那么经常来讲 当你输入你的电话号码的时候 获取点获取验证码的时候 他这个地方就会出现一个提示 此电话号码无法用于进行验证 那这很崩溃的事情 就算你用当初注册谷歌的那个电话号码来登陆 也是会出现这问题 那你换其他几个电话号码来登陆 他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反正就是登陆不了 无法用于验证 手机号码不能用 那么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很多 首先你要肯定的一点是 你在之前使用谷歌账号的时候 一定会有违规的行为 才会被谷歌账号监测到 那么他的原因可能的原因 无非就是一下子几种 我现在给大家列出来 那么各位小伙伴就自查 自查一下 有着改之无着加免 其中第一个来讲的话呢 就是你的VPN陷漏 频繁的更换国家 也就是说你经常的话 可能一天之内 一会换这个美国的陷漏 一会换英国的 一会换香港的 一会换台湾的等等等等 那这样的话呢 让谷歌监测到你 这个在不同的国家 频繁的来使用 这个你的账号 一般来讲是不可能的嘛 你从英国到 到美国 然后到香港 到台湾对不对 你怎么可能一个小时换几个地方呢 你坐飞机也没那么快呀 对吧 坐火箭也没那么快呀 那么第二个来讲的话 原因就是 多设备同时登陆同一个账号 那么这也出现刚才的那个问题 因为你多个设备 你不能保证是同一个国家的IP 对 所以也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 每一个新设备登陆的时候呢 谷歌都会让你去验证 所以说你 你同一天在好几个设备上 进行验证的时候 谷歌也会检测到你的异常行为 那么第三个原因 就是你同一个手机号 用于多个账号的验证 也就是说你的这一个手机号 你注册多个账号的时候 你尝试用你的手机号的验证 用你同一个手机号的验证 那么你最开始第一次用这个手机号验证的这个账号 它就会报警发出异常通知 第四个原因来讲 就是同一个VPNIP地址的设备 你同时登陆了好几个账号 打比方你同一台电脑的时候 现在是用的是美国的VPN的线路 那就同时在这个谷歌浏览器上 登陆一个账号 在EDGE浏览器上 登陆另外一个谷歌账号 而你在这个火虎浏览器上 又登陆另外一个账号 你同时登陆两三个谷歌账号 那么它也会检测出来有异常 那么第五个原因可能就是你的账号注册以后 长期的不用或者说停用了 那么突然半年一年或者几个月以后 你拿过来用的时候 它也会检测你这个账号的异常 那么基本上原因就是这五个 你自己对号入座看看你犯了哪一个 那么至于解决办法 那网上也有很多帖子甚至视频 来教大家怎么弄 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说 大家可能要用 就是非中国区的这个手机号码 来登陆 打比方香港的 这个美国的 或者俄罗斯的等等 那么这些电话号码怎么来呢 那很多人可能会引导你去哪里去哪里去买 或者是去毛宝上去买 再去哪里去买 或者说弄一个虚例的 虚例的电话号码来接受验证 等等这些方法 这些方法当然不排除是可行的 但是说呢我在这边呢 不建议大家用这些方法 因为我亲自测试了一个方法呢 就是不用画任何的笔 然后自己把这个事情搞定的 那下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方法 我们首先第一步 打开谷歌浏览器 然后我们 点右上角三个点 点设置 找到这一边的语言 我们把这个语言 顺序更换一下 它现在我设置的是 第一个是优先是中文简体的 第二个是英语的 那我们要把这个 英语的给它优先到第一步 移到顶部 换成英语 换成英语 然后把这个地方设置一下 以这种语言 显示谷歌Chrome OK 想到这个以后呢 这个地方有个重新启动 它要让你重新启动这个谷歌浏览器 那你就重新启动就可以了 OK 这是第一步 那么第二步 我们回到这个界面 那在这边输入电话号码之前呢 上面有一个国家和地区 有一个国家和地区 它有些显示是香港 就看你有哪个地方的线路 你用香港的线路 这里显示香港 你用加拿大的线路 这里显示加拿大 对不对 那么我们呢 就是要把这个地方 国家和地区改成中国 因为你的号码是中国的号码 你把这个地方 国家改成中国 那么第三步来讲的话 这个填电话号码 这个地方 很多人也会犯这个错误 就是说 直接把我们电话号码输进去 就可以了 打比方136 多少多少多少 180多少多少 多少 那么这就是错误的做法 正确的做法是 在电话号码之前 加上一个加号 然后86 也就是说加86 后面再加上你的电话号码 136多少多少多少 多少 那么这样 他才会认识 你这个电话号码是中国的 不然的话 你随便输一个电话号码 他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 所以说 他才会提示 持电话号码 无法用于进行验证 你输了再多的电话号码都没用 也有可能有人换几个电话号码 也许有一个成功了 但是不敢保证 那么这个输进去以后 输进去以后 你只要能收到短信验证码 你只要能收到短信验证码 那到这个界面 你能到这个界面 验证你的身份 这里叫你输入验证码的时候 你手机短信也输入验证码的时候 那就是表示已经成功了 你就把手机上输入验证码填在这里 点验证就可以了 验证完了 下一步 他会教你这个人机 做一个人机验证 做一个人机验证 那后面就很简单的了 这样的话 你就很容易把你的谷歌账号 把它恢复过来了 好的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